我们信徒们都知道 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但很多时候 我们会只关注前面的那一节 但这整句话不是叫我们 只停留在安逸中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 乃是要我们明白 这一生的敌人撒旦的势力 是何等的大 他是掌管整个世界的 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们 更是要谨慎 因为撒旦绝对会在主来的日子之前 不断地用世界的诱惑和谎言 来试探 而叫我们远离上帝所预备的 满足、平安和喜乐 我对这真理特别有感动 因为我看得到 在我们带领的青年小组 和主日学当中的孩子们 都陷在一个被撒旦四面楚歌的环境下 从看中考试 能得到最优越的成绩 到最寒心 注重名牌、衣品等外在的事 他们也很容易地 能够借着手机、电脑 而看到、听到很多世界的资讯来受影响 可见 他们得诱惑的几率和分量 是更加的庞大 更难的抵挡 撒旦是会利用这时代的发展 工具来攻击人心的软弱和肉体 我们必须要每日在进到世界之前 确认也问自己 是否了解撒旦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力量 我们是否如约翰一样的 生性撒旦的影响力 已经侵入了我们在世界 所会接触到的每一样事物 而我们是否在知道过后 有心灵的防备 心灵防备的开始 就是先要知道我们的敌人 到底有何等大的力量 他的阴谋 和他会对我们生命有多大的伤害 我们才能有对的心态和戒心 来与他对战 让我们今天一起确认 撒旦的杀伤力在哪里 使我们更有属灵的防备心 第一 撒旦是会蒙蔽人的心眼 尤其是还没有信心的人当中 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在人没有福音基础的情况下 这世界的神 也就是撒旦 是有能力来用各种方式 去蒙蔽我们的心灵 这是需要更大的力量 来使我们克服的 那第二 撒旦是会从那能聆听的人当中 夺取上帝的话语 上帝在撒总的比喻说到 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节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而十九节又说到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二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当人听见了主的话语 却不明白而跟从时 那二者是很容易会来夺走 以可能撒在他心中的福音 我们要知道 当传福音的工作开始时 撒旦的势力是会加强 来抵挡上帝得着子民的 他抵挡的方式 可能是使人不看重上帝的话语 事件的资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或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任何能使我们怀疑 分心或轻看主真道的方法 撒旦都会使用 那第三 撒旦会使用欺骗人心的迹象 或义能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而铁萨罗尼加后书二章 九到十节说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骑士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撒旦本来就是一个 厉害的模仿者 他能使用一些 他能使用一些方式 来使人相信 那并非上帝所行的神迹 例如 拜偶像而得医治 做梦而发财 给人一些能力来做法术 虚掉迷运 或借着人来传出歪曲的福音 等方式 他甚至能表现得如主一样 还能给人如愿以偿的需要 如平安 财富 健康之类的事 但这些绝对只是 谎言之子的招数 第四 撒旦是会逼迫上帝的子民 启示录二章十节说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撒旦会借着一些苦难和逼迫 来使信徒们失去信心 降服于肉体 而失去对主的盼望 与交托之心 他就有如狮子一般 要吞吃上帝儿女 所应当有的喜乐与平安 以下这几点 都告诉我们 撒旦的力量是何等的大 也能够借着世上任何的事物 甚至是人来诱惑 伤害我们的信心 所以在认识了我们的仇敌过后 我们要怎么对抗 这强大的敌人呢 在摸清了我们仇敌的敌过后 我们应当跟着他的阴谋轨迹 来做出必要的戒备 去抵挡他的攻击 第一 我们要拒绝不圣洁的事 凡不圣洁的事指的 就是那使我们不畏惧神的事 也就是忽略神所定下的话语 而不看重主要我们信徒关注的事 意思就是要远离容易使我们得诱惑 容易跌倒或分心的地方 若接触一些资讯 会使我们有一些错误的理想 我们就应该少接触 若常看手机 会使我们沉浸在当中 而失去祷告的平静心 我们就应该给自己一些时间限制 若不能完全的停止自己 做一些不圣洁的事 我们可以慢慢的给自己一些 间接性的界限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 上帝才是那能够提供我们正确的需要 而满足我们的对象 第二我们要专注对的事 就是活度的事 提多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公义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弟兄姐妹们 我们常忘记的就是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暂时的 所以一切诱人使我们关注的俗世之事都不会长久 但上帝未来的国度预备给儿女的才是永恒的 撒旦会使我们在关心国度的事上分心 所以当这些影响我们的情况来的时候 我们要慢下来查看主要我们真正关注的是什么 是得到好成绩 还是得着灵魂 是满足欲望 还是在信心当中有矜持 若我们不确定了 就回到主的道来衡量自己的心灵状态 第三我们要忠心于主 约翰一书五章事节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单单被主拣选并不足够叫我们能够对付而克服撒旦 我们必须要建立信心 而这个就需要忠心的抓住遗嘱的关系 反是回到他的道来成为我们做决定和一切事物的基础 没有了信心 我们是很难度过试探 苦难 也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会很容易的不跟从主 而跟随自己的义来行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忠心的功课上 继续摔跤认清撒旦的陷阱 而追求成圣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最后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 世界是在黑暗当中 但主的儿女们却是活在主的光中 所以上帝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 若我们要对付世界的影响力 我们个人的见证很重要 我们一切的经历 失败的 成圣的 挣扎的 还在确认的 都是能够荣耀主的途径 与其留在肉体的挣扎 自怜或无助的状态 我们应该看自己现在一切的条件 和处境为尊贵 来使用他们成为向人见证主的管道 在挣扎的时刻有盼望 在苦难的时候有平安 在别人有问题的时候 为他们带导 分享自己的经历 这些可能都是使人好奇 也想认识你的主的机会 当我们这么做时 我们会少沉迷在世界 而多看主的作为 建立与主的关系 弟兄姐妹们 要与撒旦对比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我们有一个大君王 大靠山 等着我们去依赖 去得着力量 来呈圣我们现在被世界影响的灵 愿我们都能每日确认 撒旦的足迹 在我们生活的哪一个角落 而以信心主赐给我们的真理 来与他对抗 祝保守各位